广西南丹一矿业公司发生冒顶事故 已至两人遇难 救援工作紧张进行 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在即 主场馆四叶草全新升级静待客来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半年 商家推销库存车套路满满 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供给过剩 张秋大葱价格遭腰斩 周期性波动下 种植户将如何应对 白天实体店门口罗雀 夜晚线上直播门停弱势 翡翠市场线上线下 原和冰火两重天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山火蔓延 405号高速公路火势迅猛 约万户居民被强制要求撤离 美国官方表示 巴格达迪尸体残骸已被沉入海底 通过披露 巴格达迪逃亡时期更多细节 20点32分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晚上好 我是马虹涛 大家晚上好 我是谢盈颖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经济信息联播 首先我们来追踪一起事故的 后续消息 在28号下午6点30分左右 广西南丹县大平村 庆达西元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发生了冒顶事故 造成了11人被困 目前经过初步核实 被困人员当中已经确认两人死亡 井下还有9人被困 又是一起令人揪心的事故 而且这次救援难度还比较大 是由于事发的矿井深度 是达到了3.7公里 井下的温度较高 空气质量较差 所以给救援带来较大的难度 而目前救援的工作 正在紧张地进行当中 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那么现在救援情况如何呢 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挥的报道 我现在呢就是站在这个发生冒顶事故的 二号龙口的井口 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 是已经这个设起了警戒线 冒顶事故之后 这整个巷道呢是被堵死的 地点啊是非常的 温度很高 超过了42摄氏度 然后这个氧气是比较稀薄的 可以说是没有达到这个救援作业的 一个开展的条件 那救援队伍呢是将这些情况啊 进行分析研判了之后 也是紧急制定了救援的预案 将相关的这个设施啊设备紧急运送 到了事发的地点 从今天早上九点到下午的四点半 救援人员呢是利用这个排风机啊 进行一个压风作业 将这个现场这个温度 我可以说是从42摄氏度 降低到了37摄氏度 氧气含量也增加到了17% 已经满足了这个救援的一个作业的要求 那满足这个作业要求之后啊 救援队伍也是紧急安排了人员 对这个项道进行一个加护 防止二次冒顶 那现在现场在进行的呢 就是在井下现在是大概有50多名的 这个救援人员是正在进行一个 分三班的这个作业组啊 在进行轮班的救援 那现在他们在做的一个 主要都是轻扎的工作 但是因为这个这个塌方量比较大 所以他们现在为了防止发生 这个二次冒顶事故 也只能用这个铁锤 还有这个铁签 在进行慢慢的轻扎 那在我们的现场啊 也还仍然有很多的这个救援力量 在待命 包括这些公安的消防的武警的 还有医疗的医疗救护人员 也在现场进行大命 好的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 昨天凌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夏河县发生的5.7级地震的 最新的进展 那么根据甘南州委办最新的数据 这次地震已经导致了 甘南州2885户群众受灾 21人受伤 3人正在住院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各项排查救援工作 正在持续地进行 夏河县拉布棱镇 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 城郊部分平房 墙体开裂 墙皮掉落 有6户房屋因受灾严重 需要拆除重建 镇上搭建了两处 临时帐篷救助点 安置受灾群众 害怕昨天晚上还有雨震 在家里不敢住 裹着棉壁带着娃娃 怀疑老人的这种 到这儿就是空旷的地方 就待着 就因为昨天就是为了 处理这种情况 里面住的昨天晚上 这边都住满了 根据最新统计 此次地震造成 夏河县13个乡镇 2097户群众 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合作是788户 1975人受灾 甘肃省住建厅已经派出工作组 对受损房屋展开鉴定工作 初步排查 夏河县有30多户房屋 需要拆除重建 地震发生后 夏河县在全县 设立了5个临时帐篷安置点 晚上天气寒冷 气温降到零度以下 为了保障取暖 电力人员在每个帐篷里 都安装了插座 并且还加装了漏电保护 可以保证电热毯 或者电暖器的正常使用 据了解 29号下午6点左右 夏河县250顶帐篷 全部实现通电 好的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经济信息联播 还有一周的时间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会拉开帷幕 开幕在即 我想很多的朋友 都会很期待 也很关心 第二届进博会的规模如何 将会有哪些 令人惊艳的展品亮相 确实如此 第二届进博会的筹备准备工作 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在今天上午 商务部举行吹风会 介绍了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相关情况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组委会办公室主任 商务部副部长 王炳南介绍 去年首届进博会 企业展和国家展总面积 30万平方米 今年达到了36万平方米 其中企业展从27万平方米 增至33万平方米 仍然一展难求 参加的国别地区 国际组织和参展商 均超过首届 目前在各方面的共同 第二届进博会国家展 企业展 和第二届 红桥国际经济论坛的 筹备工作 现已基本就绪 有各国的参展商 展示商品技术和服务 实现买全球 汇全球 涵盖了装备 消费 食品 健康 服务等五大板块 七个展区 来自 150多个国家地区的 3000多企业参展 王炳南透露 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 将会有更多新产品 新技术 新服务 全球首发 中国首展 国内外采购商 和专业观众 将有望超过50万人 展会期间 超过300场 各类配套活动 也已经准备就绪 18个省市 将举办 140多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中华老字号的 一些交流展示活动 进口博览会 及展览 交易 论坛 人文 外交等活动 与一体 综合艺术效应 将不但地放大 说起进博会的标志 我想很多朋友 首先会想起的 就是主场馆四叶草 四叶草大名的是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那么为了迎接 第二届进博会 四叶草及周边 也做了很多很多的 升级措施 马上跟随我们记者 一起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大巴车 已经行进到了 第二届进博会的 举办地 国家会展中心 也就是著名的四叶草 我们现在看到 整个外部的情况 都已经整修一新 准备就绪了 那再过几天的时间 来自15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 将在这里展示 他们最新的技术和产品 我们在围着 这个场馆转的时候 可以看到 整个场馆的布置情况 其实今天还有很多的创新 比如说今天 还新设了文创馆 咱们看看这个文创馆里面的产品 好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大巴车上 大家看 和刚才不同的是 我的手里多了一个小宝贝 进宝 本届进博会的吉祥物 这也是我在进博会上买的 第一个商品 大家看 现在在我的左手边 是著名的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 在第一届进博会结束的时候 这里的展品很快 就到这里变成了商品 那经过了一年时间的发展 现在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 赋予了什么样新的内涵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 我们是一个365天的 蝉年展示展销平台 70%的占比来讲 是以采购商为主 那剩下30%来讲 是迎合当地消费者的需求 那当然他们也想买到一些 进博会同款的产品 在我们的贸易港里面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有哪些爆款产品 那我们现在到了 就是乌克兰进口馆 乌克兰奎花紫油 其实我是早有耳闻 是啊 因为进博会的爆款产品 这个好像特别知名 对对 平均在开港的时候 每一天 消费者都会买到 这个奎花紫油 大多几十桶 每天的消费者都在几十桶左右 性价比非常高 多少钱 相当于这么大一桶 四升的话 是在80元人民币左右 伴随着进博会的成功举办 虹桥商务区在不断地升级 已经成为了上海 新的经济增长级 并且正在努力打造成为 服务长三角 服务全中国 联通国际的开放枢纽 29号下午 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重点介绍了 即将正式对外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 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 为了稳定外资规模 优化投资结构 意见再次确定了 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 意见主要包含 四方面共20条 稳外资的政策措施 在深化改革方面 将继续压减 全国和自由贸易试验区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全面清理取消 未纳入负面清单的限制措施 全面取消对在华外资银行 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等业务范围限制 取消外资法人银行等 设立的总资产要求 意见还特别强调 内外资汽车企业 生产新能源汽车 将享受同等市场准入待遇 就是我们的 关于投资领域的负面清单 18年大弧度的削减 19年和18年相比 又减少了20% 现在我们负面清单里面 只有40个行业 受到禁止或者限制 我相信未来 我们对负面清单范围 还会进一步减少 在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方面 意见明确指出 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 外国投资者 和外商投资企业转让技术 保障外商投资企业 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 好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 最近一段时间 多轮的强冷空气的清晰 让全国多地 都是感受到了阵阵的寒意 而昨天 东北 华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温 是达到了10到14摄氏度 中央气象台的监测显示 今天这轮的冷空气 对于北方的影响 已经是接近尾声了 南方部分地区 今天出现大雾天气 上海 江西 云南等地 局部地区的能见度 是不足200米 气象部门提醒大家 秋冬转换季节 从夜间到次日的上午 容易出现大雾天气 车辆的驾驶员 要特别提高警惕 放慢车速 注意行车安全 那么说到大雾天气影响 今天早上江西省境内 多条高速的入口 都是一度封闭 部分城区能见度 不足100米 市民的交通出行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10月29号早晨 江西新干线笼罩在大雾之中 在县城105国道 金川大道 城南汽车站等路段 能见度在200到300米之间 车辆都打开双闪 和雾灯前行 骑车出行的市民 也打开车灯 戴上口罩防雾防寒 对于我们这种骑车出行的人 真的很不方便 可见度不高 然后路上就很多人 都是打着远光灯在行走 在江西永丰县境内 市县城笼罩在一片白雾之中 建筑和树木都被浓雾罩 能见度不足100米 骑车都不敢骑得太快了 因为那个雾太大 看不太清 在江西上游县境内 大雾天气导致局地能见度 仅为50至100米 今天早上都好大的雾 都要开三四单 大的才能走 29号 在江西景德镇 上饶 鹰潭 福州 吉安武市和南昌市南部 赫州市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 部分能见度小于200米 这是江西入秋后出现的首个大范围 大雾天气 而随着天气转冷 北方多地已经提前开栓供暖了 而除了供暖剂可能带来的PM2.5排放增多之外 臭氧也是一个重要的空气污染源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全国337个地级级以上城市的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下降了14.7% 日间的臭氧浓度明显上升 导致优良天数比例下降 2019年9月 全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 首要污染物臭氧八小 平均指的天数网约占污染天的95%以上 23个重污染天的40%左右 其余的这些重污染天首要污染物为PM10 生态环境部介绍 目前我国臭氧污染虽然有所上升 但以轻度污染为主 总体处于可防可控状态 秋冬季已经来临 气温开始下降 臭氧的污染水平也在下降 那么进入采燃机以后 国类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将进一步增加 气象条件转差 PM2.5将成为决定环境空气质量的 首要污染物 下一步 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 对重点行业采取差异化分级管控等措施 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 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 以抵消裁暖排放增加和不利气象条件带来的影响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 约万户居民被强制要求撤离 美国官方表示 巴格达迪尸体残骸已被沉入海底 通过披露 巴格达迪逃亡时期更多细节 我们知道从今年的4月15号起 全国已经开始实施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 那么这个新国标就规定 电动自行车需具有脚踏骑行的能力 每小时最高设计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 整车含电池在内的质量不超过55公斤 电动机最大功率不超过400瓦 蓄电池标称电压不超过48伏 那么这就意味着 新国标实施之前生产那些 绝大多数的电动自行车 都是不符合这个标准 我们看到从4月15号执行到现在 这个项规定已经实行了半年多了 那么对于那些已经生产出来的 但是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 库存电动自行车 商家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记者进行了调查 浙江省金华市八一南街 有多家电动车品牌商店 电动车款式也是五花八门 记者随机走进了一家电动车店 那种的就派人 所以就是说那种的要新车筒 那种是电动的 轻便的那种 轻便的 对 拿走 那个就4512号 销售人员向记者大力推销 这些旧款电动车 正如这位销售人员所说 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行后 旧款车基本只能上摩托车牌照 没有驾照的消费者就没法购买 不过为了销售这些旧款电动车 一些商家早有准备 这是以前做好的牌照呢 3月份以前的驻车会的呢 记者发现 不少商家利用新国标出台前 给电动车装上的防盗备案号牌 销售时挂上防盗备案号牌 给消费者造成 电动车已经备案登记的假象 而这些号牌并不是正式号牌 那么消费者一旦购买使用 是否会有问题呢 销售人员的回答也是避重就轻 就是它难道你最后就发你 20块钱或者等于下来呢 这种速度有多少 52块左右 而实际上按照相关规定 不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车 无法办理正式号牌 在2021年12月31号之后 将禁止上路 按照这个新国标的规定的电动车 飞为三种 一种是这个电动自行车 还有一种是电动轻便摩托车 以及电动摩托车 这三类车呢 也会从号牌上有所区分 而且是不允许套牌的 可是好像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区分清楚的 我们的介绍调查当中就发现了 还是有不少市民 对于电动车的类别 还有相关的法规 都是不太清楚 而这也让商家有了漏洞可算 上午9点多 在京华市车馆所 不少市民特地前来询问 电动车号牌的问题 这名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 才了解到 现在电动自行车执行了新标准 具体上牌标准和载人数的要求 也有不同 为了防止买错 她特意前来咨询 各家说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有些说可以 可以那个 就是蓝牌也可以 还是黄牌也可以 我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先过来问一下 也有不少市民 购买了电动自行车后 来车馆所上牌 进行车辆查验时 才发现 买的是旧款电动自行车 现在只能上摩托车的号牌 最近一段时间 来所里比较多的两类人 一类是想 他是买了摩托车 但是他其实想买的是电动自行车 那么第二类人 他是买了摩托车 想接送小孩 但是摩托车 因为他轻便摩托车 他是不允许带人 普通摩托车 他是只允许乘坐一名 少二周岁以上 所以只要你买了摩托车 他都是不能带小孩 按照新国标的规定 未经交警部门 备案登记的超标电动自行车 不得上路行驶 如果违反规定的 将依法扣留车辆 一旦当车辆被鉴定为机动车时 如果驾驶者没有机动车驾驶证 会被认定为无证驾驶 将面临罚款拘留等处罚 如果有机动车驾驶证 但没有摩托车驾驶证 会被认定为准驾不服 也将面临处罚 最近这些年 我国在智慧交通领域 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像车联网 打数据 人工智能等等 为代表的新技术 在道路交通领域 实在不断地深化应用 这个技术可以说是越来越先进 比如说现在在天津 近日天津的交警 在打击假牌套牌违法行为的 专项整治行动当中 就利用了电子警察和大数据分析 精准定位查获了一辆 涉嫌套用其他车辆耗牌的 违法车辆 10月24号早上6点半左右 天津交警在北辰区 北仓道延长县附近 拦截了这辆涉嫌使用 套牌的违法车辆 不过就在被拦后 这位驾驶员却表示 自己并未违法 而此时的交警手中 却早已掌握了 他使用套牌的线索 最终交警在检查车辆车厢时 发现了一副其他车辆的号牌 在证据面前 这位驾驶员也终于承认了 自己的违法行为 而交警之所以能够认定 这辆车属于套牌车 就源于早在一个月前 这辆机动车就已经被 大数据分析系统锁定 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截至目前通过这种手段 天津交警部门在集中打击 套牌假牌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中 已经查获各类使用伪造号牌的案件 达300余起 另外在伪造号牌违法行为的 查处过程当中 天津的交警还发现 有一些假车牌的来源 都是车主在网上聊天的时候购买 而且又通过快递邮寄到手中的 于是警方也就以此顺藤摸瓜 一举打掉了假牌套牌的 制造销售卧点 在对这位违法驾驶员进一步询问时 交警了解到 他所使用的伪造号牌 就是在网上聊天群里购买的 之后交警检查 这辆违法车辆上 还发现了这副牌照的快递单 随即联系了当地公安部门 找到了位于河北省某地的发货地点 当天我们到这个快递点 我们经过到那检查 柴保以后发现确实是牌照 经过那个核实呢 这个数量达到40多幅 经过询问快点嘛 每天都有40多幅 30多幅这种牌照 再往通过这个快点 再返往全国各地 在快递员的指认下 警方最终找到了制造假牌照的窝点 在进入屋内后 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 正在进行假牌的制作 毛坯半成品 成品制造工具随处可见 昨天几点送的那块 昨天四五十八 没钱你把我送的 基本上我送的 这个我脸制造的牌照呢 每个月都要达到商潜伏 而且呢它持续制造 已经达到半年之久 它的客户遍布全国各地 对这个交通安全 存在了极大的隐患 最终办案民警在看某的住处 查获了假牌照毛 批两千余付 假牌照成品三百余付 以及多台制证机器 目前犯罪嫌疑人看某 已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山东张秋是我国著名的 大葱主产区 眼下正是当地大葱的收获季节 去年的时候 张秋大葱的收购价格 曾经达到了美金 接近一块钱 种植户们当时的收益 还是相当不错 那今年的价格怎么样呢 那大葱行情又是如何呢 我们一起到张秋去看一下 宋船虎是当地大葱的收购户 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在组织 二十多名村民采挖大葱 这是他今天收购的 第三亩大葱 他给出了 每亩两千多元的收购价格 你去年下降一半 这还一年在四抹钱左右 去年在八抹 八抹钱 相差一半 种植户李宝芬 赶来找宋船虎 收购他的两亩大葱 听说还要等上几天 李宝芬有点着急 由于葱价太低 他急于卖掉手里的葱 去干点别的 据了解 当地一亩大葱的种植成本 在三千元左右 今年的收购价 连成本都不够 一批一千多块钱 你讲的零费 据业内人士分析 去年葱价走高 使得今年不少省份扩种大葱 种植面积明显扩大 甚至不怎么种葱的上海 也开始种葱 另外产量更高的日本葱种 也对张秋大葱的价格 产生了一定影响 往年我们河南小葱 占这个比例的话 百分之八十 今年河南连百分之三十都占不到 他们当地种葱了 葱甲高 种植户就扩大种植面积 而扩大了种植面积 又导致大葱的供给过剩 葱价大幅地下跌 这农产品似乎很难走出这种怪圈 面对这样的情况 种植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继续来看 王超今年种了50亩大葱 面对今年的行情 王超并不急于全部卖掉 他挑选个头大品项好的大葱做成礼盒 让种植利润相对有了保障 这样组的话 就我们价格吧 对这个市场 受市场影响不是很大 这和一斤 像王超一样 越来越多的种植户 在大葱深加工上下功夫 当地政府也积极引导种植户 加大产品的多元化 增加大葱的附加值 对我们的产品 包装形式做一个改变 我们可能会抽成真空 大概一两斤 然后干干净净地回去放到冰箱 随时吃 随时取 要用多元化的产品走向市场 对于今年的大葱行情 张秋区政府将继续推行 政府出的替种植户投保 农民零缴费 参与大葱价格保险的政策 保护大葱种植户的积极性 好 接下来一起大家关注 珠宝玉石行业 我们知道这个翡翠 是一种主要的玉石品种 而翡翠的原料 主要是来自于缅甸 我们国家又是全球最大的 一个翡翠消费国 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省瑞丽市 是我国主要的翡翠 集散地之一曾经是非常的火爆 不过最近那番景象是不太一样了 我们的记者去那里采访的时候就发现 昔日繁华的翡翠销售门店 现在大多是冷冷清清 几乎没有人光顾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去那看一下 在瑞丽著名的珠宝一条街 路两边聚集着几十家 销售翡翠的店铺 虽然正值周末 但各家店铺很少有顾客光顾 显得十分萧条 记者在一家翡翠店采访的半个多小时里 只有两位游客进来看了看 连价格都没有询问 便离开了 人流量低了很多 低了很多 以前高峰期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样的购情 高峰期的话 你过来我这里聊天 我真的没有时间跟你讲话 你要么就过来买货 要么就跟我谈价 谭芳芳告诉记者 店里卖的翡翠饰品 大多是中端产品 现在的销量 只有最火爆时期的三分之一 不仅是销量下滑 价格也是大幅下跌 像这一件福豆 这件的话 以前可能卖个五六万 但是现在的话 这些东西可能也就三万来块 在珠宝街上的另一家翡翠店里 翡翠产品价格大多在十几万元 到几十万元不等 有的甚至达到上百万元 店主告诉记者 这两年高端翡翠价格 虽然没有出现下滑 但是销量却明显不如以往 比方像这一件 这个是玻璃种的满翠的小绿叶 按往年的话 我们一出货的话 他不会想着 一直摆上几个月 不会的 这个的话已经摆了多少时间 这个应该是摆了半年了 江永宏介绍 今年以来 他们店里总体的销量 相比往年 要下降了六成左右 由于销量减少 他们也降低了加工成品的速度 今年只加工了不到三十件 而往年至少要上百件 基本上是下半年以后 基本上是动不了 你原料摆着 它怎么它的大价值都在 那你这个做成的成品 它已经是定型在那里 你就不好再变动了 我们的记者在锐利采访的时候 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在白天冷冷清清的翡翠交易市场 到了晚上却是异常的火热 这一冷一热的场景又是怎么回事呢 来看一下 现在是晚上十点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的解告 玉城市场 还有非常多的人正在买卖翡翠 据了解呢 现在每晚呢 这里的人流量可以达到两万人左右 实际上呢 这里现在也是一个大型的直播基地 在一个摊位前 男主播一边和货主讨价还价 一边用手电筒对准手中的翡翠挂件 不时翻转 以保证直播间的观众 能够全方位地看清翡翠产品 谈好价格 直播间的观众直接线上付款 交易达成 一件商品成交后 其他货主又迅速递上新的货品 像这样的摊位 目前在锐利解告玉城 共有2500多个 每个摊位前都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 还有缅甸的翡翠销售商 因为我们是收这个投水费的 比如说这件物品一万的话 我们是收10%的河水费 就是代购费 每个月收入的话 比以前可贵 那三万 据了解 这样的直播基地销售的翡翠产品 以价格几百元到上千元的 低端翡翠产品为主流 各翡翠直播平台 每天的视频流量和交易量 都在不断增长 那么同时可能在线的 有一万人两万人在看 那么在传统的这个门店当中不可能 传统门店有可能一天来个一两个人 一个通过直播所销售的金额 应该差不多在五个亿左右 现在目前来说 这个销售数据在每个月 也2000到3000万的一个数字 还在上升 根据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的统计 2018年网购翡翠交易额突破1300亿元 同比增长7.7倍 其中直播销售额占网购销售额的87% 约1131亿元 同比增长26倍 伴随翡翡直播交易的快速发展 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变化 就是中低端翡翠价格的走低 就以前的话直接面对顾客 它那个就是利润的话能稍微高一点 但是现在就主要是薄利多销这样的 跟做琵琶一样 我们看到一边是冷冷清清的线下销售门店 另外一边却是销售火爆的线上直播 据了解目前翡翠市场线下销售的低迷 除了受到大的经济环境等等因素影响之外 还有原因就是来自于油资的退潮 以及线上销售的一个冲击 不过有个是相反的 你看到这两年翡翠原始的价格 是一直处于上升的通道 那么成本上涨 中低端价格回落 高端又卖不动的翡翠 是不是还值得去购买呢 唐大方是云南区境的一名翡翠商人 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在锐利的翡翠原始市场 寻找合适的原料 赚了一上午 他才买了一块翡翠原始 他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明显感觉市场上的原料少了 因为你每天来市场上面的话 你看到的石头每天都是那么几个 没有新的材料进来 据了解翡翠是不可再生资源 近年来缅甸政府大幅减少了 翡翠玉石矿采掘权的审批 在2019年9月份举行的第57届 缅甸翡翠公盘上 共斩销7811份翡翠原始 相比前几年高峰期减少了近一半 能感觉到像以前我们在上面 一天可能能进四五个 现在可能有的时候几天只能进一个 伴随缅甸对翡翠开采的审批限制 原料减少 近几年翡翠原始的价格 也一直保持着上涨的趋势 原料的价格相比往年还是高了一些今年 比如说这一块石头 就以前大概100块 或者我们现在都要300块 在原料价格继续走高的大背景下 翡翠中间利润空间开始压缩 中低端翡翠产品通过线上销售 价格更加透明 走量成为大趋势 业内人士认为 伴随整个行业回归理性 翡翠行业已经走过了最低迷的阶段 从13年开始到这个比如说17年 这段时间就感觉好像市场的感觉比较低迷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是可能是经济形势 大的环境的一些影响也是有关系的 那我觉得这个17年18年开始 我觉得整个玉石行业的销售已经开始回暖了 虽然说目前翡翠玉石行业的逐步走出了低迷的阶段 整个行业也是回归了理性 那么这翡翠玉石到底适不适合用来做投资呢 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在上海的财经频道 特约观察员许舒泽 舒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察吧 盈盈你好 你看像一些贵金属 黄金白银 一些珠宝 一些宝石 每隔一阵子总有一个人成为爆款 你穿在身上blingbling的都是很好的消费品 你也可以买回家玩或者收藏起来囤着 但唯独不一定适合做投资 你说不对啊 你都说了可以收藏着 那这不就是投资吗 其实你要知道很多投资大师 他们都做一些收藏 但收藏的目的不是为了高价找人接盘 卖掉赚更多钱 而是什么呢 他们是为了帮助艺术家 举一个例子很著名的一个大师 他入行之初是因为看了一本书《繁高自传》 他大为震惊 竟然饭都吃不上 暗暗下决心 如果事业成功了 搞一些收藏帮助艺术家 你发现最后他不是为了赚钱 他是为了找一个好归宿 这些东西最后往往工艺的方式 进了博物馆 我们说艺术品它的价值 往往来自主观价值 但是我们在投资当中所指的价值 它是有特质的含义的 投资中我们说的价值 必须伴随着现金流的产出 比如公司有利润 房子有租金 土地有农作物 也有租金 包括你养鸡还会下蛋 对吧 但是宝石它没有任何现金流的产出 它完全来自主观价值 主观价值来自人心 可是人心一变 人心也会波动 这种波动 它就会带来价格的巨大的上涨和下跌 还有一个因素会助推这种价格波动 来自于挖矿产业 咱们举例来说 比如说宝石价格大涨的时候 当看到有利可图 各种挖掘机 马力全开 产能利用率迅速上升 于是怎么样 供需失衡了 大量的新挖出来的宝石投放到市场上 于是价格它就开始慢慢下跌 跌到什么时候为止 这有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 叫做什么 开采成本 它包括了人工的费用 电费能源 你碳矿证 运营都是有费用的 包括机械设备的折旧成本 只有当挖矿的收益 大于了开采的成本 新增产能才会释放 如果没有这个收益 这个产能上不去 价格慢慢 它也就回归升上来了 比如说像黄金 公开的开采成本都能查得到 大概是1100到1200美元左右 2015年的时候 跌破了开采成本 跌到了1050美元 然后后来这些年 跟着开采成本 价格慢慢就回归上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 长期来看 这二者之间 它是相互影响的 价格是跟着开采成本走 开采成本长期怎么算 主要是人工跟电费 长期来看 每年基本上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通胀的增长率 所以长期来看 你投资矿石 你的回报就是通胀 没有太大投资价值 还是拿在手上玩 比较开心 如果说挖矿 囤矿不是个好生意 那什么是好生意 囤矿收藏 可能不如开珠宝店 道理有二 其中一个 开珠宝店是一个什么 负力模型 就是你赚的钱 可以开更多的店 更多店赚更多的钱 但是挖矿不行 因为很多矿的开采 是受限制的 而且不一定有 更多的新增的矿的探明 这是第一点 它是单力模型 还有第二个原因 开珠宝店 本质上是在经营品牌 美国那个著名的 卖钻戒的公司 毛利率高达60%以上 根本不管你上游矿 价格是涨是跌 它就是有60% 加价的能力 这是运营IP和品牌 溢价所带来的 所以最后总结 今天我们说 这个挖矿 可能不一定是个好生意 挖矿 囤矿 可能不如去开店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盈盈 好 谢谢数字的分享 谢谢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矶山火蔓延 405号高速公路火势迅猛 约万户居民被强制要求撤离 美国官方表示 巴格达迪尸体残骸 已被沉入海底 通过披露 巴格达迪逃亡时期 更多细节 好的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接下来再来关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多地肆虐的山火 当地时间28号的凌晨 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洛杉矶市燃起的山火 势头强劲 迅速地蔓延到了 405号高速公路附近 并且逐渐地逼近了 周围的富人区 大约1万户居民 被当地强制要求撤离 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 一段视频片段 展现了405号高速公路附近 的山火景象 这处新的火情 是当地时间28号凌晨 2点半左右 在洛杉矶市 一家博物馆附近燃起的 短时间内 过火面积就超过200公顷 并逐渐向洛杉矶市 富人区靠近 政府部门派出 超过600名消防人员扑火 据消防部门称 大火已导致5栋住宅被毁 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 包括洛杉矶胡人队球星 勒布朗詹姆斯 和影星克拉克格雷格两家在内 居住在405号高速公路附近的 大约1万户居民 被强制要求撤离 And I also want to echo the message. If you're in the mandatory evacuation zone and you're still there watching this, you're an idiot. Get the hell out. It's way too dangerous. People that stay behind are just endangering themselves and not helping. 27号美国宣称极端组织 最高头目巴格达迪死亡 28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格米利称 巴格达迪的尸体残骸 已经是被妥善地处理了 美方不打算发布 他死时的任何照片或者是视频 而根据多名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透露 巴格达迪的尸体残骸 已经被沉入海底 28号美联社发布了一段 据称是美军对巴格达迪 在叙利亚西北部地区 藏身之处发动空袭的时候 目击者拍下的画面 不过这段画面的真实性 目前还无法得到证实 与此同时 巴格达迪的一名同伙 也是他的亲戚 名字叫做穆罕默德萨杰特 27号是在伊拉克巴格达 接受了阿联酋一家电视台的采访 他披露了巴格达迪 逃亡时更多的细节 他说巴格达迪在死亡之前 已经感受到了 安全部队在伊德利普 对他施加的压力 他还说是自己向安全部队 提供了巴格达迪 所在地点的信息 萨杰特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巴格达迪被杀时 藏身在一个隧道里 当时正在和家人讨论 更换藏身之地 萨杰特表示 巴格达迪随时穿着炸弹背心 并备有手榴弹 以及一些武器 即使睡觉时 也会把背心放在附近 以便在遭遇不测时 即时引爆背心 萨杰特称 极端组织士气已经崩溃 即使巴格达迪没有死亡 极端组织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无论日后是否有人 计认巴格达迪的位置 极端组织都已经不存在了 萨杰特还透露 是他本人向安全部队 提供了巴格达迪所在地点的信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对媒体表示说 他可能会考虑将美军 针对集团组织头目巴格达迪的 突袭行动视频解密 并且公布一部分画面 那么根据了解行动视频 包括空中拍摄画面 以及美军士兵随身摄像头 拍摄到的画面 但是由美国的军方人士指出 公开行动视频 可能会暴露美军一些机密信息 预计即即便是真的会发布 这段视频段落 也要首先经过层层的审核 那么此外 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 公布了英雄犬的照片 并且发文说 我们解密了这条狗的照片 他在追捕并且消灭巴格达迪的 行动当中表现出色 那么随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席马克米利表示说 这只军犬在突袭行动当中 受了轻伤 好的 更多消息 来看一组联博快讯 教育部今天表示 自今年9月初开展 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 学校食堂中明除亮灶的覆盖率 从76%提高到了84% 目前我国有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 共计51万余所 设有食堂的学校38万户 截至28号上午 黑龙江省中俄边境的隋丰河口岸 今年的进出境旅客已超过百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10% 隋丰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旅客验放量已连续四年突破百万 预计到年底 隋丰河口岸今年出入境人数 将达120万人次 金雄城际铁路雄安站地下结构 日前全面完工 正式转入地上结构施工 雄安站是金雄城际的终点站 是一座大型的综合交通枢纽 包含11个站台19条线路 分为地上三层地下两层 预计整个金雄城际铁路 有望明年年底全线开通 我国自主研制的新能源电动飞机 RX-4E锐翔四座电动飞机 日前在辽宁沈阳首飞 RX-4E翼展长度13.5米 机长8.4米 起飞重量达1200公斤 巡航速度每小时200公里 续航时间是1.5小时 具有零污染的特点 近日在江苏太兴 两辆轿车在十字路口相撞 其中一辆轿车失控后 撞向路边楼房一层的门面房 随后楼房二层楼板坍塌 所幸轿车内三人并无大碍 坍塌楼房也无人居住 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近日重庆一市民 在大渡河长江华石滩江段垂吊时 发现一条巨大的大泥 也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娃娃鱼 这条娃娃鱼体长130多厘米 重达20多斤 初步估计生长有20多年 当地渔政部门将在赞养观察后 将娃娃鱼放归大自然 当地时间29号上午 在确认英国可以延期脱欧 且未来三个月内 不会发生无协议脱欧后 英国最大反对党 工党领导人科尔滨表示 支持提前举行大选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预计 将于29号晚接时候 在议会提交 要求在12月12号 提前大选的简短议案 在获得工党支持的前提下 这一简短议案 或将大概率通过 但选举日期 很可能被修改 并且会附加上 其他额外条件 28号 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证实 该公司的两架 波音737NG系列客机上 有裂缝 将停飞接受维修 此前已有多国 多家航空公司发现 直飞的波音737NG系列客机 出现裂缝问题 一个月前 美国联邦航空局确认 这一系列客机 出现裂缝问题 28号 法国新南部城市巴约那 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一名80多岁的男子 试图纵火焚烧一座 宗教场所的大门 并朝两名上前劝阻的人 开枪 导致两人重伤 警方在嫌疑人家中 将其逮捕 目前其作案动机 尚不清楚 哥斯达里加警方27号发布消息 该国机毒警察当天在发往比利时的集装箱内 查获29个塑料袋中的954公斤可卡因 这些毒品与集装箱内的多核香蕉果肉混装在一起 据了解 今年以来 哥斯达里加警方已缴获超过37吨可卡因和大麻 28号 位于秘鲁南部的萨班卡亚火山喷发 喷出的火山灰柱高达2000米 自本月26号开始 这座火山就不断喷出火山灰和有毒气体 萨班卡亚火山海拔高5976米 是秘鲁最活跃的火山 据印度媒体报道 近日在印度中央邦的萨加尔地区 一条小狗在湖边捡到一只跟母亲走散的 鸡肠碌碌的小猴子 并主动将其送到警局 警员看到后立马给小猴子喂食 目前小猴已被送到当地森林部门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